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我们的紫查询 那这节课继续来往下学 在之前的课程中 我们讲到过模糊查询 可以通过我们的通沛符百分号 或者是夏娃线 来实现我们的模糊查询 当你想实现更加复杂 或者说更加繁琐 更加灵活的查询的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我们这节课要学习的 通过正则表达式 就可以构建我们的紫扣语句 那这个正则表达式呢 以后我们在peerp中也会来学 在买紫扣中呢 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 首先呢正则表达式 我们通过regexp 加上你的匹配方式 按照你的形式 来构建你的紫扣语句就可以 那接着看一下 常用的匹配方式有哪些 第一个 尖管小的向上键头 它是来匹配 字符开始的一个部分 就是必须以指定字符来开始 那接着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例子 就拿我们的用户表为例 拿这个 cms的user 你看到用户表中 有这么一堆记录 那现在我想查询一下 用户名以t开始的用户 我们就可以应用到我们第一个 匹配字符开始的部分 那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写 select 匹配字符开始的部分 我们要匹配一个什么呢 查询用户名 以t开始的用户 那你这样来写 那你这样来写 select 新号 from cms的user 条件是 where username regexp 写成你的匹配模式 必须以t开始的 你看一下 是否有符合我们要求的记录 接着你看到 查询出结果了 以t开始的两个用户 在查询的时候 你看到也是不区分大小写的 这样一个形式 那现在只是简单的测试了一个 以t 你说我想以t也可以 那这个呢 下来之后自己再来测试就可以 那可以以某个字符开始 也可以以某个字符结尾 dollars是匹配字符串结尾的部分 那接着我们也是来看一个例子 匹配 字符串结尾的部分 dollars 那现在呢 我们来查询一下什么呢 我查询一下 以g结尾的用户有哪些 可以写这样的色口语句 select信号 从cms的user 条件是 where username regexp 也 t结尾 以g结尾 g dollars 这时候你再看 得到的结果 应该有 两个 都是以g结尾的 匹配 字符串的末尾部分 也可以 那接着再往下 再来看第三个 点 点代表我们字符串中的任意一个字符 包括回车和换行 那这个呢 可能和以后我们学到的 假如说peerp中的证则和java中的证则稍微有点不同 那先来看一下 点我们在mycircle中怎么来使用 它代表任意一个字符 接着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写 点代表任意字符 首先我写上一个select信号fromcms的user 条件是usernameregexp 你写上一个点 那你想想现在的查询结果应该是什么 我们来执行一下 对 代表任意字符 就相当于我们写了一个百分号是一样的 和没写效果一样 那现在我就想查询一下 rg中间出现两个任意字符 这时候你可以这么来写 rg中间有两位 你看一下 是否能查出我们想要的 当然你说使用两个下滑线可以吗 也可以 代表一个任意字符 一个下滑线是一个 两个下滑线 这个我们通过lack来实现 lack实现我们的模糊查询 同样的也能查到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正则中的点 来代表任意字符 那接着再往下来看 看下一个 还可以匹配一个字符集合 那我们可以通过方果号 在我们的方果号中来指定你的字符集合 它会匹配字符集合中的任意一个字符 我们可以来实验一下 我就想查询一下用户名中 包含谁呢 包含l的 包含t的 还包含或者是包含e的 或者包含o的吧 来看一下 你可以以字符集合的形式来写 字符集合 它会从中匹配到任何一个都可以 我要匹配l的 t的和o的 select 新号 from cms的user 条件是username regexp 方果号 lto 这时候你会看到 所有这个内容中 记录中 包含我们lto的用户 就都出现了 有l 有l 有o lo 有t 这样的一个形式 会从你的字符集合中 选择任何一个 这都代表找到了 那接着有这种字符集合 也有除了我们字符集合中的 任何一个的 可以加上这样一个 小向上箭头 代表除了你字符集合中 标志的这些 以外的都会出现 那接着就拿刚才的为例 现在有七条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内容上 加上一个小向上箭头 代表除了字符集合 集合 除了字符集合中的内容 那现在应该除了刚才那七条 以外 剩下的几条记录 都应该出现 但是现在你看到 我们写的 username regexp 是除了l的 你看到这几个没问题 这里边没有 它其中的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现在我们稍微变换一下 写成一个l 先拿一个来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执行结果 其实没有问题 那现在你看到 除了l以外的 现在呢 是不是也有这些内容啊 对吧 因为这里边不只有l 那现在为了测试它 我们可以来新加几条记录 insert 表明cmsuser username password 包括ig time 和proid 来写成一个values 第一个用户 它的用户名就是l 三个l 密码呢 也是三个l igtime 我随便写成一个 proid 写成一个 2 接着再把它复制一下 这是一条记录 再来一个t的 再来一个o的就可以 你实验一下 你看到你的用户名中 只有t 只有o 这时候我们刚才那个验证 就可以用了 插入一下 成功 那接着把刚才这条语句 执行一下 除了字符集合中的这个l 你看到 刚才的l那一项 就没有显示出来 因为我们的这个l中 用户名中 全是l 那接着你看到 我们如果说在这写的是LTO 那刚才这三条记录 你都应该看不到 新添加的三条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一点没有问题 是除了 那当然呢 你这个字符集合 你也可以指定一个范围 你看到 我们这查询一下 select 新号 from CMS的user where username regexp 指定一个什么范围呢 写成一个 a 到k 这是查询 在这个集合中的 只要出现过任何一个 都会把我们查询出来 你看到 a到k的这些内容 都会查询出来 那接着 我们说除了a到k的 就可以加上一个 小的相差箭头 不在这个范围内的 那这时候 又会查询出来这么多 那接着 如果范围在大点 a到m呢 你的l 就看不到了 你看到 l就看不到了 这是在我们的 规定的字符集合中 这样的效果 好 那接着再往下来测试 还可以来 在我们的字符创中 选择任何一个字符创 可以通过竖线 来进行选择 那这里边的 正则这些匹配形式呢 以后到prp中 我们还会专门的 有一个章节 来学习我们的 正则表达式 那正则表达式呢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技术 那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 第三个 它可以匹配 字符创 s1或者s2 或者s3中的 任意一个字符创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记录 我想看一下 是否有ng的 或者是qu的 这样的形式的时候 我就可以这么来写 可以通过竖线来选择 select信号 from cms的user 条件是username regexp regexp 写成一个ng的 或者是qu的 接着你来看 ng的有两个 qu的只有这一个 符合我们的要求 那多个字符串之间呢 你再以 竖线来连 我们可以再来加 再加上一个te的 你看到 又会多两条记录 te开始的 这是一个整体 一个整体的形式 会从你列的这些字符串中 选择一个 任意一个都算找到了 这时候来选择的 形式 接着再往下 还可以通过 星号 包括加号 包括下面两种形式 来匹配 它这个前面修饰的 字符的一个数量 那星号呢 可以来匹配 0个 一个 或者多个 它前面的这个字符 那加号呢 是只能匹配一个 或者多个 它前面的字符 或者是指定 前面的字符 出现多少次 可以通过第三种 这种形式 来指定你前面的字符 出现多少次 也可以通过 告诉这个字符串 最少出现多少次 最多出现多少次 这种形式也可以 那首先呢 我们来试验一下星号 来看一下我们的记录 select星号 from我们的CMS user 我想告诉一下 这个QU 接着是E 要出现两次 这时候呢 你可以这么来写 select星号 fromCMS的user 条件是username IgExp QU 接着是E 出现两次 零次一次或者多次都行 那现在我们这么来写 你看到 结果应该出现 QUEN这条记录 出现了零次一次或者多次 都可以 这是星号 包括 如果我们单纯的直写星号呢 写成一个T 只写着一个星号 或者是T 你看到 T星号 代表出现零次一次 或者多次 不出现也可以 当然出现的也行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再来试验一下 下面的形式 还有一个是 加号 加号 代表至少要出现一个 或者多个 即前面的字符 如果说你把刚才的星号 变成了加号 这时候就不太一样了 就必须要出现T了 T 加号 至少要出现一次 也可以是多次 那应该有几条记录满足 三条记录满足 一次的 三次的 这都代表满足 这是加号的作用 同样的 这个E的效果也是 必须要出现一次 或者多次 也只有这一条记录满足 QEN 那最后呢 假如说我规定好了 E要出现两次 这时候你就可以通过 花果号 来指定一下前面的字符 正好出现几次 你看到出现两次 你来测试一下 E查询出来了 那如果出现三次 你看到会有吗 你写一个3 这时候就没有了 你看到空的集合 这样的效果 那也可以规定一下 最少出现一次 最多出现三次 1 逗号3 大于等于1 小于等于3的效果 也能看到 查到了这样一条记录 那这里边的正则表达式呢 我们先简单的过一下就可以 以后呢 在我们的PARP中 我们会详细的给大家再来讲 下来之后呢 大家也是按照给大家列的这种 匹配的方式 你可以自己尝试着构建一下 稍微复杂的一点的色口语句 它可以凭你的模糊查询 实现的效果更多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需要您的按照 内容 大家就可以 好